再偷偷告訴你一個秘密 雞湯只是 嗨大家好我是小狼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配飯吃剛好 前陣子啊 我看到一個榜單 上面寫著 咖啡是一種豆漿 茶是一種蔬菜湯 我當下非常憤怒啊 都要升大學了 還覺得這樣很好玩嗎 咖啡會是一種豆漿嗎 咖啡是一種會提神的豆漿 你怎麼可以忘記它的機能性呢 如果你跟其他人一樣 不覺得這段話奇怪的話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子說呢 紅酒是一種葡萄汁 威士忌是一種白仔茶 思念是一種冰 思樂是一種冰 以上例子啊 你只要跟裝逼的女生講 他就會覺得哇 你好文青喔 你好有文學素養啊 中 這是肉包 如果你把它撕成兩半 他就變 挂包 再偷偷告訴你一個秘密 碟仙就是一種桌遊 雞湯只是濕水 牛排只是濕塊 想要你朋友吃素嗎 快告訴他這個秘密 花是一種興趣 所以送花跟傳屌照沒有什麼差別 大麻是一種草 綠茶是一種錶啊 蔥抓餅是一種蔥油餅 只是裡面的10塊啊 是買老闆的表演在那邊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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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所以理論來說啊 你如果不看老闆表演的話 老闆要退你10塊喔 不信你明天試試 甘蔗是一種甜點 巧克力是一種豆腐 你看 豆子抹粉煮漿 凝固成型 味噌湯是一種優熱乳 番茄醬是一種果醬 咖啡是一種燥灰搭的豆漿 肉骨茶是一種湯 酸梅湯是一種茶 有一個頻道叫做 加點擠拿棒 也可以叫他 加點油條 酒麵你也可以叫他 炒椰 斬蓉你也可以叫他 斬瑞 子鹿也可以叫他 肉醬 好了這一集的配飯吃 剛好就到這邊啦 請把以上這些生活小知識 告訴你的討厭的朋友 保證他以後都不會跟你聯絡囉 最後喜歡請記得訂閱加分享我的頻道 把這兩張截圖傳到我的粉絲團 你就有機會抽到一千塊喔 上次得獎的名單我放在留言區 那麼你還有什麼生活小知識 想要告訴我的呢 請留言告訴我喔 我是小狼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又怎會… 很久不見 又 Nobody